台風雖然在台灣的東方海面 隔著一座中央山脈 西半部依舊很有感 特別是風 像是在台中厚里 有觀測到七級的陣風 不只台中 從基隆北海岸 一路往南到北高雄 西半部地區都有觀測到八級陣風 氣象局特別提醒 台中彰化 國道高架路段 用路人要注意強風 宣蘭諾前腳剛到 外圍環流 讓西半部感受風比雨明顯 算是名符其實的風亡 而摊開歷年颱風資料 陸境類似宣蘭諾 在台灣東部外海 打勾在北上的颱風 是2021年的煙花 它以中台之姿影響台灣 暴風圈沒有觸入 只有發海上颱風警報 當時偵測到的最大震風 在蘭嶼每秒32.6公尺 相當於11級風 這回氣象局同樣提醒 蘭嶼要注意強風 預測週六清晨以前 蘭嶼綠島有機會出現 10到11級陣風 恆春半島也可能有 9到10級陣風 像強風的區域 會慢慢轉向西南沿海的地方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明天 颱風的位置稍微北上上來 帶一些比較強的西北風 所以它會影響到 比較在西南側的沿海 甚至內陸一點的地方 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受到海峽地形效應影響 西半部民眾不能小看 宣蘭諾的風力 要等到週日 颱風北上後才會減弱 盛基隆北海岸 東北角地區 還有恆春半島 離島的綠島跟蘭嶼 要留意宣蘭諾的強震風 TVB宣宗報導 宣蘭諾颱風 雖然在台灣的東方海面 隔著一座中央山脈 西半部依舊很有感 特別是風 像是在台中厚力 有觀測到7級的震風 不只台中 從基隆北海岸 一路往南到北高雄 西半部地區 都有觀測到8級震風 氣象局特別提醒台中彰化 國道高架路段 用路人要注意強風 宣蘭諾前腳剛到 外圍環流 讓西半部感受風比雨明顯 算是名符其實的風王 而攤開歷年颱風資料 路徑類似宣蘭諾 在台灣東部外海 打勾在北上的颱風 是2021年的煙花 它以中台之姿影響台灣 暴風圈沒有觸入 只有發海上颱風警報 當時偵測到的最大震風 在蘭嶼每秒32.6公尺 相當於11級風 這回氣象局同樣提醒 蘭嶼要注意強風 預測週六清晨以前 蘭嶼綠島有機會出現 10到11級陣風 恒春半島也可能有 9到10級陣風 像強風的區域 會慢慢轉向 西南沿海的地方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明天 颱風的位置 稍微北上上來 帶一些比較強的西北風 所以它會影響到 比較在西南側的沿海 甚至內陸一點的地方 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受到海峽地形效應影響 西半部民眾 不能小看宣蘭諾的風力 要等到週日 颱風北上後才會減弱 盛基隆培岸 東北角地區 還有恒春半島 離島的綠島跟蘭嶼 要留意 宣蘭諾的強陣風 TVB深圳報導 台鐵的十分金銅線 因為竹子被強風吹倒 鐵路受阻 另外花蓮的鐵路 也有狀況 約10公尺高的樹木 橫躺在鐵軌上 2號中午左右 不敵強風猛刮 加上樹木根部腐蝕 硬生被吹倒 甚至還壓到電線杆 冒出火花嚇壞附近居民 這段鐵路負責花蓮港貨物運輸 台鐵已經派人到場排除狀況 新竹方面風雨也不小 一棵大樹直接倒在賓市車上 車輛受損 但車內沒人 因此沒有傷亡 兼石箱方面 當地人緊盯雨量變化 做好隨時撤離的準備 而北部又因為颱風發生意外 一名騎士滑倒噴飛 事發在永和的符合橋上 疑似因為天雨落滑 這場風大 騎士自摔倒地後 頭部重創 雙一不治 颱風天風雨大 民眾外出可得提高警覺 體系新聞綜合報導 外圍環流帶來大風吹 行道樹不停搖擺 兩台機車閃避外線的大貨車 騎在中線往外切 突然天外飛來被風吹斷的樹枝 騎士一個閃過一個命中 大樹枝砸在騎士身上 26歲的真心男子倒在地上 後來自己爬了起來往路邊走 好心人幫他牽著機車往旁邊移 意外發生在9月1號晚間6點多 台中大雅中青路四段 真的是天外飛來橫火 路旁樹枝因強風吹落 導致雜重該車 造成機車車頭毀損 駕駛手腳擦挫傷 還有台中市區大蹲六街文心路口 八樓高的一面招牌搖搖欲墜 就在捷運旁邊 消防隊緊急用繩索固定 等吊車後續處理 警方也圍起了警戒線維護安全 還有彰化園連中山南路 一根紅綠燈耗製桿突然倒了下來 砸中平等紅燈的女騎士 被打到的那個騎士還有尖叫 那時候的風會不會很大 還蠻大的 附近民眾說當時風很大 耗製桿上除了紅綠燈 還有告示牌等設施 懷疑是受力面積大瞬間被吹倒 騎士的安全帽遺留現場 被尖銳的鋼鐵刺破了 真的好危險 彰化惡靈這棵大樹也搖晃不止 突然撐不住倒了下來 剛好有一名路人經過 差點被砸中 彰化市寶山路也有一棵大樹 橫在路中央 單車騎士乾脆把車抬起來 爬過樹幹翻越過去 早起運動的民眾也跨越護欄通過 但是一大早開車要上班的民眾 只能掉頭 恐怕要遲到了 我上班的 對啊 台風外圍環流影響 中部沒有明顯的雨勢 風勢卻十分驚人 部分地區瞬間震風八九級 甚至到了十級 這大風吹 吹得狀況連連 TBS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BA.5疫情升溫 國內每日新增確診數已經連四天 超過三萬例 昨天新確診的本土病例數有33483個 那比起我們上個禮拜五 同樣一天的話 是來的比較增加 也反映出來 我目前疫情是處在一個 一個上升的一個趨勢 死亡的病例數有36位 疫情指揮中心統計 今年一月到現在 累計確診病例已經接近530萬例 就在這一兩週 BA.5疫情開始 幸好目前觀察 輕重症比例沒有明顯變化 不過今年累計至今198例兒童重症個案中 0到5歲幼兒就佔了三分之二 大多沒有打過疫苗 在8成6 就是有170例的這個小朋友 重症的部分 都是沒有接種過疫苗的 所以還是藉由這個統計來呼籲民眾 趕快帶小朋友去接種疫苗 目前 口服藥都是夠的 可以用量都還有這個三個月以上 變異竹BA.5來勢洶洶 王必勝強調會是疫情規模 評估用藥數量 也已經跟廠商聯繫 隨時可增購到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一踏進屋內地板上 還殘留血跡 因為不久前 這裡發生槍擊血案 地點位在桃園市中華路上 一間租套房 一後晚上10點多 遠景貨報搭電梯直達案發現場 屋內有兩名死者 立刻拉封鎖線進行採證 沒多久救護人員也抵達 帶著單架上樓 一樓出入口住戶來來去去 一開始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根據報案的陳租仁表示 當時他一回家打開家門 發現他的兩名朋友倒在地上 頭部中彈明顯死亡 下了立刻報警 遠景在現場找到三枚彈頭 以及三枚彈殼 目前 其中一名還有詐欺前科 這回招人槍殺 不排除是黑吃黑 遠景調遇監視器畫面 目前已經掌握嫌犯身份 由於他身上還持有槍枝 遠景不敢大意 全力追棄當中 TV的新聞 廖宗慶黃靜芬討討厭報導 山穿黑上衣牛仔褲 手上提速膠帶 快步走出大樓後門 這名男子疑似就是開槍嫌犯 就有募集鄰居指出 當時他有看到嫌犯本人 鄰居表示嫌犯和死者 都住在這棟大樓 以前碰面還會打招呼 根據警方調查 嫌犯疑似是36歲的蘇姓男子 1號晚上7點多 兩名死者和其他三位朋友 在屋內嫌犯突然來到家裡 說要談事情 要求其他人先出去 因為他們都認識 其他人也不宜有他 過程中也沒聽見任何爭吵聲 一小時後黑衣男離開 直到晚上10點 其中一名朋友 也就是成租人再度回家 就發現兩名男子已經重擔身亡 這棟大樓位在桃園市中華路 幾乎都是出租套房 鄰居說這裡出入人口相當複雜 拉起封鎖線 檢方來到現場搜證 除了找到遺留的三枚蛋頭 以及三枚蛋殼 從監視器畫面上可以看到 嫌犯案發前一小時出現在一樓 手上疑似持槍 還做出拉滑套的動作 但他沒搭電梯 而是走樓梯間上樓 疑似是為了躲避監視器 你今天要具備什麼樣的記憶能力 對岸若真的打過來 台灣民眾準備好了嗎 曹星成挺的黑熊計畫 過去曾發布多則影片 你要怎麼去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把別人抬起來 然後能夠做執行的動作 然後你今天如果在社區裡面 你夠熟悉的話 你要怎麼去識別第五縱對 民眾怎麼救出傷患 如何執血 如何跟醫護溝通 種種民防亮人 要拼最短時間做好 曹星成很阿沙里還按出捐10億元來訓練 如今卻遭質疑 國民黨張亞中說 其中6億元要在3年內訓練300萬名黑熊勇士 等於平均下來每人200元 另外4億元要培訓30萬名神射手 換算下來平均每人1333元 這樣足夠嗎 呼籲曹董了解 可以考慮再捐些 雖然有輿論意義 但黑熊學院未來兩個月 在北中南的基礎序列營 門票早就被搶購一空 針對於曹星成的合作計劃內容 目前還未發布更多資訊 不過另一頭支持民防計劃的還有這位 把民間的力量 結合軍事的力量 讓對岸知道 我的意思很堅定 曾經與吳一農聯手推社區災害應變能力培訓 前參謀總長李喜明週五發表新書 也呼籲國人多思考不對稱戰力 未來的戰爭一定會被 一大堆低成本 自主化 智能化的小致命東西 所主宰 點名戰爭形態已經改變 呼籲加強整體防衛構想 隨著對岸威脅升溫 各派輿論憲策 確實也值得多思考 TVBS新聞李偉華叫浩文顧帥君 劉婷婷才不懂 不能寫SOP 不能寫FloChat的 都是屁話 市長您說 曹董事長因為沒有細部的細節 所以他講都屁話了 不是啊 你槍要放在哪裡 子彈要放在哪裡 這個計畫實力不夠 錢不夠多更缺乏內容 從台北市長柯文哲吐槽 錢聯電榮譽董事長曹新成 要抗中保台卻沒SOP 改戰國軍 終於擊落大陸空拍機 要跟家人商量看看 我是主張就退休了 在那裡幹什麼 再度表態選2024 兩岸軍事成了議場上的必考題 柯文哲想進逐總統大位 2022得先打好根基 更要守住台北本命區 頻頻把砲口對準陳時中 他講的都是nonsense 沒有意義 所以那個講法 並不是對議會不敬 不是 你要沒事 就只有針對陳時中 在評比他的政見 講外面講的人家都不會注意 陳時中講大家比較會注意 柯文哲直說 蔣萬安會讓人忽略他的存在 藍營議員徐曉心乾脆献策 要蔣萬安爭取柯粉支持 你認為黃珊珊會不會當選 會 那你認為你的柯粉 會不會喜歡蔣萬安 不太會 他的戰略邏輯是對的 只是很難執行 柯粉會不會全力支持黃珊珊 現在看起來也沒有 柯文很難控制 那個都很搞怪 柯文哲的畢業考 從家市、北市、天下市 無所不達 TVBS新聞 紅富皇 黃俊維 李平衣 SNG小組 台北報導 這事情真的很打妹耶 大家接到詐騙 就馬上把他掛掉 不要理他 然後 一聽到詐騙兩字 完全心有七七焉 藝人吳山儒 會被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前陣子 接到自稱知名書店的來電 表示系統問題 訂單誤刷了好幾百本書 那我一聽就知道是詐騙 所以我就故意跟他說 沒關係沒關係 你就扣啊 他說不是小姐 我們這個可以幫你退回來的 不用浪費這個錢 我就說 不不不不 我錢好多 你扣你扣 吳山儒跟詐騙集團刷嘴皮子 結果對方或許是有業績壓力 不僅沒腦收成怒 還超有誠意 無意亂講 我就說 不會不會 你們老闆我很熟 我再打給你們老闆 跟他說就好 五百本我可以買來送給大家 沒問題 謝謝喔 這樣 然後就把電話掛掉 應該不知道啦 因為我的名字還蠻容易撞名的 吳淡儒的話 他可能就會覺得一定是他 幽默抵抗二勢力 只是最近讓他困擾的 還有這個 各種一夜市詐騙廣告 一花接木 他的影像 我目前有代言的 就是大家比較容易看到的 除了其他產品之外 當然就是這次Pink Run的工藝路跑 這個是確定的喔 你看喔 我講話是跟字幕對得起來的喔 很清楚喔 幸好吳淡儒說 沒有聽說有粉絲真的上當 但這種被代言的狀況 在演藝圈層出不窮 別人做蛋糕 他玩麵粉 偷吃奶油被抓包 彭宇燕代言鑽石廣告花絮 展現帥氣魅力吸引粉絲 但得注意別因為照片吸睛就跟著偶像購買 彭宇燕工作室最近PO出好多張照片 上頭大大寫了假 或許因為中秋節就要到了 從大閘蟹到白酒甚至按摩椅 都說跟彭宇燕有關 但一切龍喜 給粉絲搶買偶像代言產品 還是得睜大雙眼 別讓有心人能得逞 TVB的新聞李國正 《水運電台》被報導 雖然專賣肉圓 但彰化這間小吃店 每年端午節會在臉書公告 5月開始賣一年只包一次的肉粽 因為自己洗米 使用台灣粽葉也挑選好的食材 往往開放訂購肉粽 就吸引不少人購買 怎麼知道粉絲團 居然被詐騙嫌犯盯上 而屏東自產自銷的芒果果農 在6月份也同樣遇到相同的情況 直到消費者來詢問 業者發現立刻貼文提醒 嫌犯的手法就是在 真的臉書粉絲團裡面假冒小編 私訊民眾提供訂購連結 一旦取得信用卡卡號就去倒刷 大批員警拿著搜索票 前往新北市這處民宅 詐騙足跡騙擊全台的嫌犯就是他 34歲的饒性男子 有毒品和多項詐欺前科 警方調查除了芒果肉粽 也有想買防疫保單的民眾上當 中秋節快到了民眾送禮會 買的小攀鳳梨酥 還有伯爾家的伴手禮 也成為嫌犯鎖定目標 若亡的嫌犯獨自犯案 不法所得說都住飯店花光了 臉書購物真的得小心 這種要你卡號的都是陷阱 TB 全綜合報導 又有人喝到爛醉 最帥的路邊警方獲報過來關心 你如果不會 你會騎好 對 你不會 你會騎好 好啦 沒事沒事 你看你會騎好 怎知道對方會突然一拳揮過來 直接坐在圓井左臉 想當然 馬上就被壓制 你這樣是在 你怎麼說的 手褲子掉了 靠像手銬還在鬼吼鬼叫 原本還想說好心送你回家 誰讓你襲警 原來這名確信男子 原本在大直喝酒 反家行進台北市復興南路時 陸島睡在路邊 原警前來關心 卻被他攻擊 自從台南殺警案之後 警方就特別要求同仁職 安全第一 除了一般的持刀歹徒之外 像這個樣子的罪悍陸島 其實也不能排除他有攻擊性 尤其像這種陸島醉漢 雖然沒拿武器 卻很難控制自己 這時 原警隨身攜帶的手電筒 就能發揮作用 一般來說 先保持安全距離觀察 不會直接碰觸 倒地民眾 再用手電筒照眼睛 看是否有反應 而現場一定是兩人一組 其中一人溝通 另一人備好辣椒水 警棍或電擊器 在旁戒備 在警察的情誤當中 其實我們面對的對象 我們通常幾乎九成以上 都是沒有辦法確認他的狀態 所以我們隨時都要 以最高的武力來做戒備 那再試情況去做 就是相應的武力去做應對 另外 若真的是遲到歹徒出現 警方會配置被盾等防護裝備 SOP也更完備 畢竟警察會遇到的狀況 絕大部分 都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 誰也不知道 看似無害的陸島民眾 會不會動手攻擊 DVV圈支持尾關Table 一手拿手機錄影 一手抓住黑衣男的包包 說什麼都不堪鬆手 你們想過在騙人的時候 那個人其實也是需要 也是需要錢的 那早知道我不要跟你借就好了 怎樣 所以你看到處騙人嗎 這不是那個問題 原來眼前的這名男子 在捷運站借錢 還以為是需要幫助的人 結果過沒幾天 他又出現在這 我把我需要的錢借給你 我是覺得你是需要錢的 所以你騙多久了 好 你真的騙多久了 已經是第三次見到他了 手裡還拿著剛騙來的鈔票 實在任無可忍 他手上拿到我的錢之後 就也沒有說謝謝 馬上就往捷運站 就是下手機的方向跑了 我大概覺得說 我是不是被騙了 是真的蠻過分 而且而且講真的 大家都是很辛苦在賺錢的人 還原整體過程 8月1號在板橋捷運站 碰到這名機器男子 對方說要趕高鐵回家 但手機跟錢包都掉了 當事人好心借出1500元 說要留電話匯款 卻再也沒消息 直到三天後 又在捷運站碰到 對方直接落跑 月底第三度看到他 依然在到處騙錢 才會上錢抓人 雙方約好8月31號還錢 又被耍了 對 我一樣 對 我就等了他15分鐘 我確定這個人應該是不會到 我就當這1500 是個經驗啦 因為如果就算時候他又出現了 我在跟他要錢 他那個錢應該也是跟別人騙來的吧 因為自己也曾經向別人借錢 才會想把愛心散播出去 沒有想到第一次就遇上詐騙 之後也決定 一旦碰到類似的狀況 寧願把人帶到派出所 或是真的將人帶去買車票 不要讓自己再上當 提別新聞陳怡仁 教育曼無心宴 新北市報導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佳和集團負責人 歐茂中的27本筆記本 揭發司法界醜聞 前工程會委員長石木欽遭檢舉 長期和歐茂中不當往來 移送懲戒法院 故改判背負懲戒人 撤職並停止任用一年 石木欽被指控擔任最高法院法官 以及高等法院院長任內 和官司纏身的歐茂中密集往來 提供法律意見 多次接受飲宴求稅 甚至用棄兒名義 向歐茂中買股票獲利上千萬 承接法院認為石木欽有為師 一審判罰諷一年約360萬 遭質疑罰錢了事 監察院和石木欽都不服提上訴 二審改重判撤職 停止公務員任用一年 未來也不能擔任律師 全案確定 但對於已經退休的石木欽 影響似乎有限 他可以帶著廠商 帶著當事人直奔 最高法院的成省的庭長 辦公室等等 那這樣的行為不嚴重嗎 為什麼是判撤職 而停止公務員任用一年 因為在法官法裡面 他的規定最嚴重的是 免除法官職務 不得再擔任公務員 表面上二審判更重 但由於石木欽的為師行為 在新法官法實施之前 因此適用舊法 並沒有明文規定 需剝奪退休金 石木欽每個月 是否還能召領18萬到終老 司法院還要再討論 TVB的宣傳 黃建國檢疫期台北報導 道路施工 畫面上看到三角錐警戒 不好了 第一輛機車重入了工地 掉入坑洞裡 緊接著後面 2345 通行機車一一停了下來 上前查看 機車倒在工地上 騎士摔坑 坑洞大約一公尺深 先生你有受傷嗎 有救護車嗎 意外發生在9月1號晚間8點多 現場是苗栗三億水美街 排水改善工程 路面下有許多管線 橫跨了台13線 考慮交通沒有全線封閉 工程分段進行 涉及的單位多 工期比較長 受傷的是26歲的網信騎士 他們一行5個人 相約從台北到台中 路過苗栗的時候 發生車禍 他說施工處照明光線差 來不及反應 騎機車不慎摔落 八股路的施工路段坑洞內 身上有部分的擦傷 同一個地點8月30號晚上 也有車禍意外 23歲的貨車駕駛下班要回家 說太累恍神 撞進了工地 這一天一撞的也太危險了 貨車它是一片里車道 它是自己 自己好像是說精神不計 然後看看那個 昨天的重機的部分 可能晚上視線比較不清楚 水利處勘查結果 施工單位有兩個限速的警告牌 沒有依照合約設置 要計點開罰 罰款得逐一比對 送交道安的計畫書審核之後確定 另外要求加設暴閃燈警示用路人 先開水溝蓋一池一池不斷的挖 但挖出來的怎麼會是這個 不是黑色淤泥 竟然是稠狀的灰色水泥 清潔人員怎麼撈都撈不完 一桶接著一桶的裝 短短一條路一天之內就能撈出上百包乾淨水泥 附近店家忙著清理門前的水溝蓋 基隆環保局最近幾天 在仁愛區東明路進行溝渠清淤作業 但每個水溝蓋打開來全都是灰色的泥水 而且每個水溝都可以清出15到20包的泥水 這比平常清出的淤泥更稠 顏色也完全不同 就距離100公尺左右正好有下水道工程 在進行地下推進作業 但會有這狀況 包商直說也不太清楚是什麼原因 市政府公務處到場了解之後 發現疑似是工程在推進時 因為溝壁破裂 才會讓泥水往其他溝渠來流動 但還要再確認確切的原因 並且找出破裂處 才能進一步決定該如何處置 好家在軒嵐諾颱風帶來雨勢 讓這些水泥還有辦法撈得出來 否則經過太陽曝曬全部干涸 要清理肯定是難上加難 TVB的新聞 劉欣奎 中榮軒基隆採訪報導